你們在幹嘛 我看看他這個新的造型啊 可愛耶 因為你們在聊天嘛 我沒事啊 喂 對啊 好 看一看 那其實你 這幾張專輯在拍MV的時候 都有穿制服 對不對 你是特別喜歡制服呢 還是男孩子特別喜歡制服 你要迎合他們的味道 不曉得耶 是公司 公司做的 公司主管變態 喜歡看你穿制服 喂 有沒有 我覺得 其實不是這樣 其實公司 公司想的就是 當然就是會有市場 因為我在第一張的時候 一直打到有一首歌叫做 《當你》 然後在MV裡面呢 我穿的是我 華剛一笑的制服 因為導演剛好 他就是要有學生的那個感覺 然後那大家就很喜歡 那個樣子的我 然後後來才覺得說 那樣子的我才是對的 然後 所以我們第二張做的 就很貼近那個部分 可是那個部分也比較貼近我 會不會覺得這個東西 讓你們在男孩子面前 變得很ㄍㄧㄥ 我還好 我出門 我在男生面前是沒有形象的 就是我其實是 反而男生朋友比較多 然後我的個性其實還反而比較像男孩子 我的意思就是說 譬如說像以前啊 我們大家都可以 譬如說我要出門買個東西 就隨便嘛 要這樣出門 可是那你們現在不行 你們出去還是要穿得好好的 不然被人家認出來 不是就很尷尬嗎 這個還是會 還是會 會注意一下吧 對 就是如果頭髮很亂就戴帽子 那對你們來講會不會很麻煩 好煩喔 你們都要搞成這樣 我比較讓自己不麻煩 是因為如果我出門我不會 我只是稍微整理 頭髮綁一下 畫個眉毛這樣而已 所以就還好 如果要畫全妝就真的麻煩 對不對 你們在幹什麼 我看看他這個新的造型啊 可愛耶 因為你們在聊天嘛 我沒事啊 喂 對啊 好 看一看啊 那其實你 你這幾張專輯在拍MV的時候 都有穿制服 對不對 你是特別喜歡制服呢 還是男孩子特別喜歡制服 你要迎合他們的味道 不曉得耶 是公司 公司做的 公司主管變態 喜歡看你穿制服 喂 沒有 其實不是這樣 其實公司 公司想的就是 當然就是會有市場 因為我在第一張的時候 一直打到有一首歌叫做 《當你》 然後在MV裡面呢 我穿的是我滑剛一笑的制服 因為導演剛好他就是要有 學生的那個感覺 然後那大家就很喜歡 那個樣子的我 然後才覺得說 那樣子的我才是對的 然後 所以我們第二張做的 就很貼近那個部分 可是那個部分也比較貼近我 所以他因為延續那個感覺 所以他就 就特別訂做了制服 然後就制服做的 大家就還蠻 都還蠻好奇蠻喜歡的 所以第三張才會繼續就是 也是制服 可是做的就是軍裝 可是這一次就沒有了 你最喜歡女孩子穿哪種制服 我最喜歡女孩子穿哪種制服 空姐的吧 空姐 為什麼 因為我曾經有一個女朋友 她是在航空公司上班 然後我很愛她 所以她穿那個衣服 我就覺得很好看 所以我很喜歡 然後下班都不叫她換衣服 直接睡覺 不是你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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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士的 護士 我知道 髒鬼 護士 好 這什麼號上班 你們兩個講得我都喜歡 還有另外一個喜歡 對啊 我告訴你 OL的最好看 OL Office lady Office lady 我已經跟你講那六萬遍了 Office lady 你喜歡Office lady 也不錯嘛 對 就是那種銀行櫃台 第一線 為什麼男生都喜歡女生穿制服 也不是啦 但是你是因為A片嗎 沒有 因為有些制服 比如說像OL他們制服 他們是這種窄裙嘛 對不對 然後套裝嘛 那你就會覺得這個女孩子 是很有自信啊 對不對 然後很整齊啊 然後很合身 很好看啊 制服要穿得好看的女孩子不多 不多 因為第一個 你本身線條比例要很好 再一個 他們公司設計的制服要很好看 對 穿起來才是我們喜歡的內心 那可是 不是穿制服的我們都喜歡